大女儿很懂事 在不买新衣裳 一年实际都是死套小户 你这三个 一年实际上 我爱你 你真的幸福了 心愿是谁的呀 你家的喜悦是我的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我想要减肥 变健康 好的 谢谢 无论怎样也要 健康起来 健康起来 能出去打工挣钱 只剩下一个家庭来吧 在你们这一家人中 我看到的真的是满满的希望 我觉得你凭着 家人的爱和温暖 你是完全能够减下去的 我们梅尔木集团 愿意资助两千元 帮您圆梦 爸爸受伤了 所以呢 他离家出走 他不愿意拖累这个家 但是父亲 你要知道 你是这家的顶梁柱 因为有你 这个家才完整 然后妈妈呢 确实是有一点点胖 我们北京汇通九方呢 愿意助力两千元 然后希望你能尽快地 把体重减下来 因为爸爸 你要做手术 那我们希望能够助力两千元 给你的手术费用 希望你们全家每一个人 都能够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把日子过漂亮 好 谢谢 我们今天也给你有惊喜 来 我们到这儿来 来 请开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长村康达医院 减肥科的主任余树总 愿意提供 价值三万元 五个疗程的治疗呢 减掉一百斤 她也就能够维持 正常的生活了和工作了 同时呢 再追加一项 如果您的大女儿 明年无论是考上什么学校 第一年的学费呢 就是我个人捐助她 让你们全家不要因为 没有劳动力了 就是没有收入了 这个呢 你就完全放心 谢谢余大夫 余大夫好样子 余大夫现在 不光是管这个治减肥 还管学费了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大姐 你要记住啊 人家是为了身材苗小 为了美而减 你不是 你是为了家庭的出入而减 意义不一样 我一定能十多大力气 就十多大力气减下去 我一定减吃 好不好 一定减吃 好 谢谢你 谢谢余大夫 肥胖给李正丽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困扰 丈夫突遭车祸 令本部宽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 相信李正丽 在长春康达减肥医院的帮助下 一定能减肥成功 以健康的体魄 担起肩上的责任 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